2024龙年春节假期过后的返程高峰正在到来 这里是广州火车南站 大年初七初八高峰都在持续 我看到后车大厅里面很多旅客正在后车 新的这种高铁站的建设 其实都已经让大家感觉到条件大为改善 所以在火车站的后车大厅里面各种服务都能跟上 不过大家要碰碰运气的就是是否能够在购票的软件上面买到票 毕竟春节过后是返程的高峰 许多外地的务工人员是大量的会进入广东 因此广州火车南站这个铁路枢纽压力是非常大的 不过从客流特点的方向来看 一般春节过后大量的人员是从外省进入广东 反而从广州出发前往全国其他省份的 这些乘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宽松一点点 希望大家能够旅途都能够买到票 连接火车站往往地铁是最方便而且也是最准点的 为了方便广大的旅客返程 像在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一线城市里面 到火车站到高铁站最方便的最准点的当然是乘坐地铁 所以连接地铁的这种线路呢 确实他们要承担起很大的任务 因此广州地铁呢 为了方便大家返程去乘坐火车 就把所有的地铁线路呢 这种营业的时间都延长了一个小时 在大年初七初八以后呢 就是在返程高峰到来的时候 每天这种营业时间都在原有基础上多了一个小时 大家可以平安顺利地出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相见